首次上稿,13点26分更新时间,16点23分记者陈伟茨新北报道,女子张芳心与叶姓小姑长期不睦,不满叶女打电话给她娘家,一气之下,池雅玲狠砸叶女头部,见她没死,竟将她拖进浴室淹死,再把遗体拖到叶女房间,还仿效电影情节以水泥风湿掩盖范行, 新北的简署痛批张女杀一瞬间,犯后无悔意,金一杀人罪先将她起诉,并渐请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38岁张女担任清洁工,与丈夫、孩子,叶女同住在新北市新庄民安路的公寓大楼,孤早之间却相当不可,平日毫无互动,叶女不止一次要求嫂嫂全家搬出去, 叶女大哥也承诺明年会搬出去住,起诉指出,叶女不满张女常碰碰的大声开关冰箱门,干扰她睡眠, 今年3月11日,在冰箱上张贴小声关冰箱门,谢谢字条提醒张女, 同日上午时失去,姑嫂暴发口角冲突,张女出手推叶女撞除时机,导致叶女手臂淤轻,张女因此起了杀机,买了五卷大型胶带,打算封住小姑的口鼻让她窒息而死,最后考量到两个孩子而作罢,叶女因向包胸反应未获改善, 碎指点张女娘家,希望娘家能出面劝说。 3月13日上午7时许,张女得知叶女指点她娘家,不满叶女遭扰娘家,怀恨在心, 同日上午8时许,张女将二幼子送往学校,返家后再赌与刚洗完澡的叶女发声口角, 张女以两人寥寥为由,骗小姑到客厅将她压制在地,并拿出预藏胶带捆绑叶女口鼻30,40圈, 却因叶女头发湿滑,以至于无法捆绑固定,叶女奋力反抗,咬住张女左手小指,张女痛得拿起桌下的哑铃洞称, 你不松口我就打奶,叶女松口并道歉求饶,张女竟表示,你现在说对不起,也来不及了, 随即持放置在客厅桌下的哑铃,朝叶女头部重击数十下,张女以为叶女已死, 便到浴室清洗身上血迹,返回客厅后发现叶女上有一丝气息,将叶女拖进浴室, 把她头部浸泡在脸盆淹死,再将遗体拖到叶女房间,之后外出三次买了36包水泥, 从水泥带上穴道调和水泥方法,先用棉被覆盖尸体,再以水泥封湿,并点精油掩盖饭行, 前后花了三天将完成水泥种,直到叶女雇主发现职员没去上班, 此案才被揭露,案发后,张富英态度冷静, 遭怀疑涉案,但测谎通过,检方认定她不知情, 张女今测谎加上与记证吻合,认定由她一人所为张女到案后子报, 一年多前从小孩口中得知,老公婚前曾跟小姑乱伦黑羞三次, 结束后小姑会给老公钱,她隐忍没追问老公真相, 但不时计讽业女,干嘛一直黏住哥哥跟弟弟, 不会去找流浪汉吗? 业女曾来向有人抱怨刺事, 哀怨表示,她,张女,神经有问题, 还说要拿刀刺我,没早用水开超大声。 我自己家还不能安稳睡觉。 开庭时,张女平静陈述案发过程, 为对杀人犯行感到懊悔, 只说,我对不起老公。 检方痛批张女仅因生活琐事, 就预谋杀人,并不顾业女求饶, 手段凶残,犯后仍气定身间, 直到远警上门才认罪, 迄今毫无悔意, 见请法院判处无期徒刑。